如何折俏皮鬼魂 一提到鬼魂 你的脑海里是否出现各种各样猙獰的面孔呢 其实 鬼魂可能也有可爱的时候 今天 几分钟就教你折一款非常可爱俏皮的鬼魂 你将需要 一张白色的正方形纸 笔 第一步 把纸沿着其中一条对角线对折 这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纸上出现了一条折痕 第二步 从折痕的顶角出发 以折痕为中线 分别把左右角对折 再从折痕所在的另一个角出发 同样以折痕为中线 左右对折 得到一个菱形 第三步 把两个小三角形的两个角翻出来向上折 把纸翻过来 以折痕为中线 再次对折 第四步 翻过纸 把两个小三角形的角往下翻折成两个小三角形 这就是鬼魂的手 再把鬼魂手对的三角形往后折 得到一个六边形 这个就是鬼魂的头部 第五步 用笔画上鬼魂的眼睛和嘴巴 再加上一个小舌头 把剩余部分 以一个斜角的角度往后翻折两次 这样 一个可爱俏皮的鬼魂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中国在商阴时代 统治者就特别重视拜神信鬼 周代出现天人共体 天人感情的传说 逐步形成中国的天神 地仙 人鬼的神仙体系